大家好,我叫杨小鲜 现在在摩纳哥打球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11位 我的打法是正手反脚,反手长腰打 反手长腰打的时候,因为它粒比较长,所以这个球一定打的时候不能摩擦 也就是说,如果你想这样摩的话,一定要撞球去拨 一般长腰,大家业余打的时候都会磕和拱为主 就是如果要是磕的话,也是必须得接触球 所以球卸力还是要磕,所有打长腰的一定要记住,一定不能摩擦 然后板子不能太压,稍微亮一点 不管是磕还是磕,一定要先你撞球为主 这个撞很关键 然后如果要是磕的话,对方拉圈 这样磕的话,就是比球近一点,把手抬高了 找起跳点,卸力去磕 这样卸力去磕 如果要是抖的话,就是把板也是稍微利一点 接触胎子的上半部分一点 这样先往前再往侧走一点 都是要介意发力 然后长腰搓也是 长腰搓也是,它虽然摩擦不了 但是我可以让它在球8%的时间越长越好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便宜 还有一点就是长腰肩发球 因为它有长,所以它不是旋转 肩发球的时候就是大胆撞,撞完了蟹 这样,借着它的旋转的力量往前 这样,不管是刮它,还是搏它,都可以 一定不能说用长腰肩的时候 这样干法力,这是不行的 一定要建立法力 这个是长腰肩最关键的一点 还有就是长腰肩,比如说 这样给它揉过去,都是很便宜的 长腰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把脚撂 然后以撞球为主 撞得轻,撞得重都可以 一定不用这样摩擦 然后就是建立法力 接着,就是一个转的力量 接着,就能够 接着,会发达 接着,会发达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